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为索马里渔民提供四百多种不同鱼类 我们现在用的捕鱼工具如渔船都是父辈留下的 你肯定不敢上船 因为船都太破了 你会害怕极了 但我们用它来谋生 尽管有危险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 捕鱼仍是维持佳绩的主要来源 但是与索马里大部分基础设施和经济状况一样 1991年以来的内战严重破坏了渔越发展 海盗控制了索马里众多海岸线 2007年联合国授权的区域维和部队飞索特派团 在索马里开展部署 帮助过渡政府驱逐武装叛乱分子 随着安全状况的改善 现在摩加地沙哈尔玛委员市场一片繁荣 有时鱼很多 有时只有一点 鱼少的时候运一公斤无瓢十手鱼 能赚12美元 但是鱼多的时候 每公斤只能赚6美元 今天补上来的无瓢十手鱼很少 所以要买的人很多 在摩加地沙市中心的一家 小型鱼类加工厂 索马里国家鱼类公司 正在为出口商品进行加工和包装 这家公司的发展潜力表明 随着索马里基础设施的重建和经济发展 渔业仍是投资者应该重点关注的行业